上一条视频我在评论区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评论 这个大哥他说纯白双蓝眼的猫都是龙子 大哥这个结论是谁告诉你的大哥 我收了这么多年的猫了 我很喜欢收纯白蓝眼猫 我每收十只猫可能只有一只出现耳龙的现象 这是站在我个人经验的角度去分析 纯白蓝眼睛的猫 他只有10% 顶多20%的概率出现耳龙的现象 小邓我问一下你 你收猫收了这么久了 你说一下 我觉得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是龙的情况下 可能下的载几乎都是龙 这个没问题 不是我就问你 你收了也收了几个月的猫了 纯白猫 你遇到这个龙的概率大不大 几乎跟你说的差不多 10比12的比例差不多 是吧 所以说站在我们的角度 因为我们经常收猫我们都知道 但是哪有像你们说的70% 80% 甚至还有说100%都是龙的 大哥你的结论从哪里来的 我就想问你 我也特意去查了一下 网上说是30%到50%的概率 纯白蓝眼是龙的 我个人的话是不太认可这个结论的 因为我这里收猫收的多 纯白蓝眼 我认为就是10%到20% 还有一个大哥 他说我收的这只猫是后院猫 龙的就是后院猫吗 大哥 谁告诉你的 你知道后院猫是什么吗 有小伙伴想知道那只猫的后续怎么样了 后续是他的主人来了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这只猫是龙子 我有两种方案给他 我说第一种方案就是我给你重新再找一只 第二种方案就是我给他退3000块钱 我给他提了这两种方案之后 他就打电话给他老公了 他老公的意思就是想换一只耳朵听得见的 我们就说那可以 给他重新找一只猫 然后到了后面那个粉丝回家之后 看到我发的这条视频了 就跟我们说 他说还是喜欢这一只 可能这就是原本吧 便宜了3000块钱卖给他 当然了 这也是我的一次不足的地方 收猫可能就是没有去测耳朵听力 因为大意了 有时候收猫大意了 这就是吃一亏找一只 用金钱换来的教训 我们现在是在机场 我们今天等一下就出发去北京了 带上小凳一起 他来跟我拍摄 我们去北京大哥家 收猫 当然了 北京还有没有好的一些猫舍 我们也可以去参观参观 包括如果说你家猫生了一些 好看的一些小猫仔 我也可以来收 来拍树产 咱们北京见 我们下来看一下 小猫 Smith